主料,水疤黑木耳100克,黄瓜100克,土料,胡萝卜50克,山药50克,葱,姜,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山药洗净去皮上替蒸熟,蒸山药时,将胡萝卜切丝,黄瓜切片,备用建议大家还是去买个豹子来刨丝吧,切得一个胡萝卜丝,切死了啦,呜呜呜, 蒸熟的山药和胡萝卜丝拌匀,用大勺碾压成泥,山药胡萝卜拧捏成虾仁状,素虾仁均匀占上水淀粉事实证明,干淀粉更好一点,不然虾仁容易炒碎了,做过热油,小火炸素虾仁,素虾仁变清黄后,搞起了油备用,热油,爆香葱姜蒜,先加入水疤黑木耳搬炒,再加入黄瓜片继续搬炒, 最后加入素虾仁翻炒,调味即可,烹煸技巧,露露提示,筷子可以均匀插入山药即文熟,接片可以缩短五蒸熟时间,要挑选面山药做山药迷,何为面山药,用手指扣山药,感觉木木低微面山药,感觉水水低微测山药,露露提示的珍奇拳, 本该送它滴,哼哼,留着,拿米滴纳肉肉来个感化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